祸从口出汪洋讲话乱野 最新影片惊人大胡锦同事发前画面 习近平指挥政变每场细节路马脚 政变早有预谋怀疑加重要证据 在二十大上汪洋在上位度下来可以说是一大意外 再说吧从口出大家听听汪洋讲过什么不应该说的东西 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 尊重人民首创让人民群众大胆探索自己的幸福道路 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 这是在2012年也就是习近平上台那一年汪洋讲的 这些话不就是在否定习近平和党中央的作用 有人可能说,哇,咸风年代的事了 汪洋后来也有向习近平表过钟 他也不像李克强时不时就和习近平唱反调 不过习近平也融不下去 看看二十大币模式上 胡锦涛坐自己左手边 李克强、汪洋就坐自己右手边 你知不知道习近平心里有多不拒呢? 再说,汪洋从正以来就是公开力主改革 以改革派注称 当年被邓小平托沽给胡锦涛 现在习近平想搞计划经济 刚刚汪洋当初就是靠呼吁改革 受到邓小平大力提拔 汪洋曾发表重要文章《醒来同龄》 邓小平当年南巡视察安徽时 曾当众要求汪洋在省高官面前宣读此文 文章说,改革大潮,洶涌澎湃 歷史不允许我们躺在计划经济上含随了 必须解放思想向一切僵化,尘乎封闭的思想观念开刀 汪洋仕途生涯的另一个关键人物是朱镕基 朱镕基亦对汪洋赞许有加 北戴河会议闭幕后 团派和习近平在是不是继续走改革开放道路上发生了分歧? 这就一早为习近平今天打掉团派和邓小平遗留的政治遗产 卖下了伏笔 二十大闭幕当日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被嫁走的爆炸性新闻 在网络上刷屏 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发生社发出的影片画面 看到胡锦涛被强制性驱离会场 大家都知道胡锦涛对习近平有因 二十大开幕当日 习近平还对胡锦涛做出了礼遇的动作 在闭幕式上就在世界众目攜攜之下 将这个差不多八十岁的胡锦涛当众夹走 看到个个都傻了 我们就好多谢发生社的及时 让大家看到二十大会场这惊人的音乐 不过因为发生社的影片 没有事情发生之前的画面 那胡锦涛究竟是为什么被人夹走呢? 就成了大家猜测的重点 好消息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了事发之前的最新影片 影片是由新加坡的亚洲新闻台拍到并曝光的 根据新加坡的亚洲新闻台给出的最新画面 二十大代表入场落座后 胡锦涛就想看放在自己前边的重要人士的名单 几乎所有人面前这份名单都夹在红色的选票夹上 胡锦涛面前的都是这样 不过李克强的就不是了 所以可以推测李克强发现了这个情况之后 心里哪有数了 跟着坐在胡锦涛身边的栗战书 就把胡锦涛面前的一份名单拿过去 放在红色的选票夹下边 然后就一直跟胡锦涛讲话 可能就在那里露点胡锦涛 说这个你待会表决的时候先看一下 你看看我面前的都是这样的 待会再看吧 在画面看胡锦涛就没有听栗战书的露点 只手始终都是摆在桌面上 随时准备去掀一份文件 栗战书看到这种情况 就立刻将胡锦涛的文件 挪到自己的面前 这个时候 王滬宁也在旁边跟胡锦涛摆手 意思可能就是晚间再看吧 王滬宁插手的同时 习近平其实密切关注这一边的情况 已经将中央办公室副主任孔绍迅 就叫来吩咐了 孔绍迅听到吩咐之后 就离开了应该就是叫警卫 在这个过程中 胡锦涛的手都摆在桌上 栗战书和胡锦涛仍然在名单文件上糾纏 这个时候警卫就过来了 习近平就再次亲自交代 于是就发送了大家可未看到的 警卫硬夹走胡锦涛 胡锦涛在过程中表现抗拒 一次就是要拿习近平桌上的名单 就被习近平按住 一次就是要揭警卫手里面的名单 警卫都没有给他看 这件事的整个过程 不要说当事人和会场上的人 就算我们各位观众朋友 心里面都可能明白三分 这里面当然有警卿 如果没有警卿的话 栗战书、习近平、王滬宁 为什么就是不给胡锦涛看名单呢? 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他一些评论的不合理的地方下 有评论说在这个名单出来之前的闭幕会议上 很有可能胡锦涛发表了一些对人事安排的不满 就说了一些激气说话 习近平这个时候要在举手表决之前 将胡锦涛夹出去 免得他反对 其实我觉得胡锦涛根本没有说过什么激气说话 由他一直想看名单的表现 和栗战书一直露点他的画面来看 习近平一直在骗胡锦涛 一直骗到最后的一刻 令胡锦涛在会场最后一刻 失去任何反击能力 最后一点我想跟大家说 有评论说 律战书当时想起身送胡锦涛 被王滬宁拉拉 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这样 其实大家看在整个过程当中 律战书坐在胡锦涛旁 一直在执行习近平交给他的任务 他一直与胡锦涛糾纏 习近平一直在关注事态的发展 习近平和栗战书也一直有眼神交流 在胡锦涛和景卫糾纏的时候 栗战书其实想起身帮一帮景卫 就送走胡锦涛 这个时候其实景卫已经差不多搞定胡锦涛了 所以王滬宁才拉着栗战书 如果这个时候 栗战书站起身帮手的话 反而不太好看 应该就是这样了 胡锦涛临走时的手势都非常有意思 他碰一碰习近平又拍拍李克强 大家发现了没有? 眼神、手势和肢体动作 有时是胜过万言千语 内涵非常丰富 胡锦涛用手碰一碰习近平 拍拍李克强是什么意思呢? 他是不是跟习近平说 你真的要我走 要不要做到那么绝? 而对李克强可能就说 保重小强 我这样做都是为了你 你记得救我 当然大家可以想出不同版本 可能都对 可能都包含这些意思 总之就是一切尽在不言中 我看到有评论在讨论 说夹走胡锦涛是否突发事件 我想跟大家说 这一件事可能大家觉得是突发事件 其实事情应该是安排好 而且是习近平精神策划的 为什么呢? 我从三个角度来谈一下 首先来说 有人可能不同意说 这一件事是精心策划的 因为由现场的情况来看 律战书的表现比较紧张 胡锦涛亦抗拒 但是大家想想 在执行这一场政变的时候 打胡锦涛一个措手不及的时候 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一幕 应该说 这是习近平早已预料到的 我们反过来说 如果带走胡锦涛真的突发事件 没有预谋的话 这是习近平在众目睽睽之下的政治冒险 当场的情况和后来的情况很可能失控 胡锦涛就算再约 他在中共政坛高层多年 胡锦涛49岁就进入中央最高领导层 那时就是政治局常委 邓小平可以隔代指定胡锦涛 并且确保隔代指定顺利进行 那这边可以没有背后深厚的关系和中共的掌权者的支持吗? 胡锦涛就算是被江泽民管住的申抱仔 不过胡做了这么多年最高领导 下边想巴结他的人想效忠的人有多少? 没说中共总书记、一个园长、一个市长仔 底下都有很多人马 我说这些就是想说 习近平现在想移动的不是一般的官员 他如果不提前布局好这一切 他也是不敢轻举妄动的 而且将胡锦涛在会场带走之后如何处理 会引发什么情况呢? 这一切习近平会不会没有想好呢? 不可能的 这就是我想说这件事一定是一早有预谋的第一个理由 第二点说这件事是习近平一早报局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线索掌握在华尔街手中 什么重要线索呢? 大家知道胡锦涛被带走 和二十大人士安排名单有关 我们想还原事件的真相 就要回到事发前看下 二十大人士安排 最重要的是常委的安排 事发前很多海外媒体 都纷纷给出了自己的预测 或者收到所谓内部人士的贸料 在这些名单中 我发现当时被评论指出最不靠谱的一份名单 反而是最接近虚子落地后的现实 这个版本是《华尔街日报》给出的 10月17日《华尔街日报》这样给名单 《华尔街日报》说 包括中办主任丁舍祥和广东书记李希 丁舍祥将在明年初被任命为常务副总理 李希可能会出任中纪委书记 王沪宁和赵乐际留任常委 但换身职务大家看看 《华尔街日报》这份名单中7个就中了6个 我们现在看到连职位都说得对 李强总理、李希中纪委书记、丁舍祥常务副总理 《华尔街日报》除了没有提到蔡奇 可以说说的准确率是100% 现在问题来了 谁爆料给《华尔街日报》呢? 这就是说明习近平这一个人事安排 其实一早就安排好的 只不过是除了习近平小圈子内的人 不知道 胡锦涛不知道 外界当时看到这份名单的时候不相信而言 这就是我说这件事是习近平一早报局的第二个理由 第三点说这件事是习近平亲自导演的 另外一些重要的算作就是在事发现场 由现在曝光出来的现场画面 可以很清晰地看出一些东西 首先警卫和中办副主任 执行习近平任务的时候 无显出一些谴疑和不敢相信 其次除了执行任务的栗战书 帮声指挥的王沪宁 胡锦涛离场的时候 现场只有两个人在谈笑风声 他就是李强和孙春兰 正常情况下 如果你不了解情况 每个人都会关注现场发生的事 就算那些看上政坑危坐的委员们 都在密切注视和听着事态的发展 这个时候看起来不关注突破事件的 可以说笑的 很可能就是知道内幕的人 而且李强刚刚就是今次二十大当中 直接升任二号人物的最大赢家 所以说这件事一定是习近平亲自导演的 关于这个问题 可能很多人还有一些疑问 就是这件事 习近平为什么一定要在会场 是都要这样对曾经对他有恩的胡锦涛呢? 我觉得这个会涉及到非常重要的两点 第一 习近平不敢做的话 今天习家军全部入场的事 可能他就做不成了 大家知道很多政变都发生在会场上、宴会上 这就是典型的请君入奥 熊门宴 如果事前就告诉胡锦涛 听胡派一个都不留 胡锦涛会答应吗? 团派势力可以不反抗吗? 刚刚我们说的 由现场的情况看 习近平是把这个盖掩到最后一刻 在会场上亲自参与发动了一场政变 我们为什么会在之前看到众多的版本呢? 当然有些是内部消息不准确 有些是预测不准确 而有些是刚刚就是Hedge落地之前的版本 是符合各方交易的 可能就是习近平握胡锦涛的版本 第二 大家知道习近平在记者入了会场之后 在众目攜攜之下搞一套 如果是不想让世界看到幕的话 习近平完全可以在记者进来之前 就夾胡锦涛出去 为什么一定要在摄像机之前这样做呢? 我想习近平就是想搞立威那一套 打掉自己的因人 现在是唯一的太上皇 警告所有的政治老人和政治对手 在2012年18届一中全会闭幕后 当时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讲话 十年前习近平就向蝕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等领导 现在连连的胡锦涛被习近平当场羞辱 在中共国高峰亮节的下场就是这样 看完这一出戏 不由得人起一句诗句 驱往而数流亡人物 还看今朝 还有动人的音乐 大家记住了 20大会场上一些真男儿的名字 他们是梅家军 各位观众,长哥嫻又要跟你说拜拜 我是赵长哥,多谢你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订阅、点赞和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